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新华日太空特约记者 航天员平凯特 今天非常高兴 和地面的航天员王亚平一起客串 太空科学老师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假学你好 指令长 陈东 你们好 三年前 我曾经在天宫一号上 给中小学生上过一堂太空实验课 有很多小朋友都很好奇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中一天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呢 那今天呢 我们三位航天员就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今天上午航天员的第一件事是照顾蚕宝宝 这次呢 香港这个中学生 小科学家 也是代表所有的小朋友 中小学生 把他们的梦想 期待 带上来了 想通过在中国的空间实验室 看看能不能把梦想变成现实 因为小朋友们都知道 可能也看过 或者也养过蚕 但是在地面上养 可以观察到蚕它吐丝可能有方向 小朋友们看看这个小装置 就是蚕宝宝的家 其实它此时此刻在更大的一个家 在离地球393公里的中国空间实验室 天宫二号 因为在组合体八天 从17号到今天 已经生活了十天了 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 一位小朋友在新华网上提问 将来如果进行更长时间的太空飞行 航天员怎样才能在太空中吃到新鲜的蔬菜呢 答案很简单 自己种 神舟11号带上来一些生菜的种子 这几棵生菜很幸运 它们可是中国首次太空人工栽培的植物哦 两位航天员真的在太空挡起了菜农 在天上种菜和地面有很多不同 地面一般是先播种 后浇水 但由于带上太空安置种子的是硬质材料 只有吸水软化后 种子才能放进去 所以是先浇水 后播种 太空种菜使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土壤 是一种名叫制食的矿物质 它的吸水性非常好 可以轻松将底部的水传导到植物根部 让生菜们喝个痛快 进入组合体的第五天 种子就发芽了 金海鹏和陈东都非常高兴 还跟生菜牙合影留念 有网友很好奇 这些生菜能吃吗 那这一次呢 我们只是用来做实验 暂时还不能吃 但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航天员一定能够在太空中吃上自己种的蔬菜 尽管工作繁忙 航天员每天还要必须进行体育锻炼 比如说跑步 登自行车 还有进行拉力器等等 我们下期见 打起太极拳 近海空驶出无鹰角 太空功夫之王 马上就要诞生 在浩瀚星辰的怀抱中 两位航天员进入了梦乡 今天的太空科普课就到这里 祝小朋友们早日实现自己的太空梦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